大家好 我这颗绣球花前段时间 一直都是放在通风不是很良好的地方来养护 所以导致了出现一些灰霉病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一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掉这些残花 因为这些花已经是准备开拜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观赏价值 就把它修剪掉 我们修剪残花的话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把顶端的一堆叶片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在养护绣球花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握好养护环境 通风一定要够好 而且平时浇水一定要多浇一点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洗水的 水跟不上是很容易出现问题 大家看一下这些叶片 如果处理得完的话 这些叶片全部会枯萎 那么我处理的方法就是给它使用这种甲鸡流菌磷 因为像这种双美病它不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病害 只要我们提前给它做处理 不要等到它这个叶片干枯再处理 那就完了 我们只需要用这种甲鸡流菌磷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然后给它喷湿整颗植株 大概三天给它喷一次 一般正常来说两到三次就可以解决 我们在喷洒药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叶片的背面表面 通通的给它喷洒均匀 接下来就是先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不要给它阳光止射 养护一周左右 给它喷完两次三次杀菌药之后 就可以正常的给它逐渐增加光照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慢慢的恢复生长了 其实这种伤美病它不是太严重 只要大家提前处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